提摩泰前书 提摩泰前书第一章 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泰 愿恩惠、怜悯、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 曾劝你仍住在乙夫所 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这等事只生辩论 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 无尾的信心生出来的 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服的话 想要做教法师 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 所论定的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 只要人用得何以 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 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 不虔诚和犯罪的 不圣洁和恋世俗的 恃父母和杀人的 行淫和亲难色的 抢人口和说谎话的 并起假事的 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 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 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 我们主基督耶稣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误恼人的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信心和爱心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 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 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但愿尊贵 荣耀 归于那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 永世的君王 独一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儿提摩泰啊 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 将这命令交托你 叫你因此 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长存信心 和无亏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 如同船破坏了一半 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使他们受责罚 就不再傍毒了 提摩泰前书第二章 我劝你 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 代求 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 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 可蒙悦纳 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架 到了时候 这事必证明出来 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 做使徒 做外邦人的师父 教导他们相信 学习真道 我说的是真话 并不是谎言 我愿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又愿女人廉耻 自首 以正派衣裳为装饰 不以边发 黄金 珍珠 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 只要有善行 这才与自称是 静神的女人相依 女人要沉静学道 一味的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狭管男人 只要沉静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 乃是女人被引诱 陷在罪里 然而 女人若长存信心 爱心 又圣洁自首 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提摩泰前书第三章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 顺服 人若不知道 管理自己的家 燕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 有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 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做执事的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 不一口两舌 不好喝酒 不贪不义之财 要存清洁的良心 固守真道的奥秘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 若没有可责之处 然后叫他们做执事 女执事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 不说谗言 有节制 凡事忠心 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因为善做执事的 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 大有胆量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 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担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食和根基 大灾 大灾 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揭在荣耀里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 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他们禁止嫁娶 又禁戒食物 就是神所造 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 感谢着领受的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着领受 就没有一样可泣的 都因神的道 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 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 得了教育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 和老父荒谬的话 在敬前上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唯独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们劳苦努力 正是为此 因我们的指望 在乎永生的神 祂是万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 这些事 你要吩咐人 也要教导人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你要以宣读 劝勉 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乎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 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 赐给你的 这些事 你要因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 你的长进来 你要谨慎自己 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 恒心 因为这样行 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提摩太前书 第五章 不可言则老年人 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 总要清清洁洁的 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 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 孙女 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 学着行孝 报答亲恩 因为这在神面前 是可悦纳的 那独居无靠 真为寡妇的 是仰赖神 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 但那浩艳乐的寡妇 正活着的时候 也是死的 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 叫他们无可指责 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 寡妇记在册子上 必须年纪到六十岁 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 又有行善的名声 就如养育儿女 接待远人 洗圣徒的脚 救济遭难的人 竭力行各样善事 至于年轻的寡妇 就可以辞她 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 违背基督的时候 就想要嫁人 他们被定罪 是因废弃了 当初所许的怨 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 挨家闲游 不但是懒惰 又说长道短 好管闲事 说些不当说的话 所以 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 生养儿女 治理家务 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 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 信主的妇女 若家中有寡妇 自己就当救济他们 不可累着教会 好使教会 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 更当如此 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又说 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控告长老的成子 非有两三个见证 就不要收 犯罪的人 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 叫其余的人 也可以惧怕 我在神和基督耶稣 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 嘱咐你 要遵守这些话 不可存成见 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给人行按手的礼 不可急促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要保守自己清洁 以你胃口不清 屡次患病 再不要照常喝水 可以稍微用点酒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 如同先到审判案前 有些人的罪 是随后跟了去的 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 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凡在恶下做仆人的 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 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仆人有信道的主人 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亲看他 更要加以服侍他 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 是信道蒙爱的 你要以此教训人 劝勉人 若有人传异教 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 纯正的话 与那合乎敬钱的道理 他是自高自大 一无所知 专好问难 争辩言辞 从此就生出嫉妒 纷争 毁谤 妄疑 并那坏了心术 失丧真理之人的争敬 他们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 然而敬钱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了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依有识 就当知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 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 但你这属神的人 要逃避这些事 追求公义 敬钱 信心 爱心 忍耐 温柔 你要为真道 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 你为此备照 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 并在向本丢比拉多 做过那美好见证的 基督耶稣面前 嘱咐你 要守着命令 毫不玷污 无可指责 直到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显现 到了日期 那可称颂 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就是那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 是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 要将他显明出来 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 都归给他 阿们 你要祝福那些 金氏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 无定的钱财 只要倚靠那 厚次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又要祝福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 为自己 继承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 叫他们 执定那真正的生命 提摩泰啊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 躲避世俗的虚谈 和那敌真道 似是而非的学问 已经有人自称 有这学问 就偏离了真道 愿恩惠 常与你们同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